字幕提供 OK 大家好 我是食人 來體驗一下幾乎沒有玩過的詩人 這次基本無刻加不能拿本尊資源 完全從零開始拓荒 目標預計定在240等 希望能對近期要入坑的玩家有個方向 這邊孤島沒什麼好介紹的 打怪也沒有經驗值 直接快進到領裝備環境 到伊斯魯德島北邊的學院 進到克里圖拉學院 跟櫃檯的小姐姐講話就可以領 我會幫你升等 穿考裝備就到南門外試試身手 幫玻璃QQ嗎 基本上有穿小姐姐送的裝 這邊都輕鬆打 從零開始拓荒什麼都要撿 最後一等Job 升級1 回到學院來轉職 又是我們要上2樓 找到弓箭手教室 哦 差點過的 記得先把基本技能點到LV9 不然導師不給你轉職 我這邊找錯 這下面能跟PC才對 嘟嘟嘟嘟嘟嘟 先拿伊甸員看看大家要收些什麼 野豬、小惡魔都不是我能打的 蝗蟲殼也不過價格好低哦 總之先加入伊甸員吧 名字隨便輸入 反正NPC都連寶貝 拿掉伊甸員訊帳就算報名完成 可以用喵卡譜轉送至練功地圖 出發前先來看看有什麼任務可以接 嗯…好…沒有 直接傳送西門外找封兵 因為封禎一根1100塊 熱心觀眾的家家正棒 目前能邊練功邊賺錢 遊戲體驗還不算不錯 打到這邊發現沒上次 先回家補一補 再來打比較有效率 回到伊甸員先賣風箏 回到伊甸員先賣風箏 總共45個人 可以賣49500 順便完成富翁一成就 新手藏著一個10塊 買不用怕 其他補品也帶一點 負重不過沒關係 再回來繼續打風箏 封兵等級11 所以照理說可以練到26等 第一張卡 讚啦 第一張卡 練到22等要準備跑路 因為這次有櫻花技活動 可以拿到回覆神頭 但適到紅草所以換地方 一樣先來清理雜物 157300 又解一個成就 來巨打紅草 衛選這邊當然不只紅草 最潮的怪之一摩卡 先整掌刺也是1000塊 練到26等先解1電源武器 後續打怪才會更有效率 來看一下能賣多少錢 6萬1 有24萬了 影片先告一段落 下次準備剪活動任務 請訂閱 按讚 按讚 按讚